在今天的世界各处,有一些已是冒蝶之年的老人,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关联,但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,他们曾在一支部队中共同战斗过。 虽然没有在前线与敌浴血拼杀,但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死考验,虽然他们的手中没有武器,但却在一段时间里给抗战提供了绝对保障。 截止到2014年,这支原本有3000余人的特殊部队,那时也只有15人活在世上。 在那段无比艰难的岁月里,他们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——南桥激工。 1939年的时候,世界上几乎所有通向中国的运输线都被日军实施了严密的封锁,只有21亿万人抢修完成了滇缅公路,那时候还可以顺利地运作,几乎所有远道而来的支援物资都要从这条公路运送至国内。 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,当时国内没有足够的司机和激工,最终在爱国华侨领袖陈家庚的努力下,生活在东南亚的3192名华侨,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,告别了家人后,毅然走上了保家卫国之路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——南桥激工,那年21岁的罗开胡就是其中一员。 虽然激工们不需要到前线打仗,但是当他们抵达昆明之后,就第一时间换上了军装进行严苛的训练,因为滇缅公路是临时抢修完成的,不仅路况异常恶劣,并且途中的天气变化无常,十分诡异。 1939年7月16日那天,华侨吴在春开着卡车来到了隆林一带,结果好巧不巧抛锚在了路上,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 吴在春本可以外出躲避,但他害怕弄丢了这些救命物资,最后也是坚守在驾驶室中,可等到其他人发现了这辆孤零零的卡车时,吴在春竟因寒冷牺牲在了这里。 所有人听闻此事后都无比震惊,因为那时候正值剩下十分,除了让人捉摸不透的天气变化之外,略计也极大的威胁着激公门的生命。 他们经常在开车时就病倒了,这时就只能先停下来吃点药,调整大概一小时后再次上车出发。 罗开胡在这期间疾病曾一度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,但好在苦苦坚持了半年左右,成功地脱离了生命危险。 由于白天在运输线上极易遭受轰炸,所以激公们通常都是在晚上行动,但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不少悲剧,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从悬崖翻下来的卡车。 尽管激公们面临着诸多危险,可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,开着卡车向国内运输了约50万吨各种物资,只不过很多人都牺牲在了路上。 南桥激公被称为最悲壮的组织,但却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路上经受的磨难。 1942年的时候,日军一路打到了怒江的西岸,我军部队迫不得已要炸掉江上的汇通桥。 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,那些想要活下来的百姓们纷纷涌向汇通桥。 虽然战士们也想给他们多留一点时间,可奈何日军也混入其中冲了过来。 5月5日那一天,汇通桥在一声巨响中坠入怒江,滞留在桥上的百姓和车辆也沉入江底,没人知道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。 虽然炸桥阻断了日军的进攻,但也一刀斩断了许多南桥激公的生命线。 敌人在占领怒江西岸之后,对激公进行了大规模的捕杀。 他们为了能逃脱敌人的魔爪,有些人选择和当地的姑娘结婚生子。 只可惜在汉奸的告密下,很多人还是死在了日军的屠刀下。 而那些逃到了陆江东岸的鸡公们,同样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,因为桥断了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工作。 当时除了一小部分人加入了盟军的车队,大多数都留在了昆明等待安置。 只可惜当时的昆明因为战乱也极度缺乏资源,所以根本没办法给予鸡公们生活上的保障。 再加上在那里毫无依靠,很快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难民。 1945年8月15日,御人天皇发表了投降公告,虽然全国上下都在欢庆胜利的到来, 可南桥鸡公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,因为他们此时已经回国整整六年了, 很多人都已经在当地娶妻生子,到底是留下还是回到东南亚去,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 最后,有一千多名鸡公选择回去,只不过等待着他们的同样是无尽的折磨和痛苦。 因为他们曾参加过抗战,所以日军在侵占了东南亚各国之后,对鸡公们的家人进行了倾搅。 许多人回到家之后都只有一片狼藉,他们原本都过着优渥的生活,可此时无一例外地穷困潦倒。 虽然南桥鸡公们经受着如此苦难,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后悔,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,也都是抱着为国牺牲的想法而去的。 但不管结果如何,他们在那段最艰苦的时间和祖国坚定地站在了一起,现在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南洋鸡公还存活于世,或许你也不曾了解他们悲壮的事迹, 但是历史总会留下些许痕迹,让南桥鸡公的牺牲不被遗忘。